小甜甜退出 宋一鳴所屬教會一起發光 引發風暴 教會發出聲明指出 小甜甜私生活有極大的狀況 輪來眾目沿上 曾是成員之一的李明依 28號接受3D新聞網訪問 透露自己從來不在宋一鳴的教會 而且一起發光 以前原本只是辦活動的協會 我們是跨教會辦愛在四月天福音布道會 但我2016年就沒再參加了 那時宋一鳴不是牧師 後來他們離開藝人這家另闢教會 我就跟他們沒往來了 被問到後來不再參加也不來往的原因 李明表示教會是神的家 牧師要在真理上教導大家彼此相愛 學習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生命的樣式 但教會不能用經營公司的方式 牧師又不是CEO 另外藝人小貞最近也被網友點名 說他曾響應一起發光教會 對此他澄清表示自己是屬於另一個行動教會 透露自己只是曾經代表所屬教會出席一起發光的活動 談到近日風波小貞強調 不清楚松一鳴教會到底發生什麼事 至於松一鳴教會被退出教友爆出奉獻帶的爭議 甚至爆料奉獻了一棟樓 小貞說他對自己所屬教會也有奉獻 但奉獻從來不是強迫 而且如果是帶不是基督徒的人去 教會也都會要求不要奉獻 因為對方不了解奉獻的意義為何 直言若是這時要求奉獻就是搶錢了 而吳宗憲去年曾參加一起發光舉辦的愛在四月天活動 分享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歷程 對此吳宗憲28號受訪時被問到有要聲援宋一鳴嗎 吳宗憲也說只要是基督徒 處罰利益都是好的 而且不管是哪個教會或是哪個寺廟 有哪一個宗教單位沒報過爭議 所以他認為信仰終究是信仰 其他都是人為的 曾是一起發光首任理事長也是創會元老的黃國仁和寇乃欣 也發生透露當初創立的初衷是協會並非教會 夫妻倆之後也默默離開 跟宋一鳴至今已經八年沒聯絡 寇乃欣受訪時更隱居聖經點出宋一鳴五大罪狀 表示聖經教導大家的應該是 一 該先反省自己而非指責對方 二 耶穌的愛從來不分人們的身份或階級 而是有教無類的愛 洗成自我柔和謙卑的去愛人 三 聖經上對於奉獻的教導絕對不該強迫或被禍 也不該分數字多少 都是應該發自真心感動 都是自由自發才對 四 我們信仰的是主耶穌而不是崇拜任何一個人 五 一個正常的教會應該是以愛人為最重要 而不是審判人 寬乃欣強調表示今天不是要針對宋一鳴或是小甜甜 而是要用聖經告訴大家合理性跟正當性 有人爆料也有人逆風力挺 由於不斷有錢教友爆料不合理規定 包括奉獻代價 新聞等引起踏拔 引起發光也透過臉書發文引誘出埃及記 吸引許多明星教友留言力挺 八點檔女星羅巧倫也轉發貼文 分享接觸教會的過程 強調奉獻是自己主動面對網友永路開酸 他除了澄清教會沒有任何人叫我要發文 也說那些胡亂罵我的人太過分的 我只能攻索你 此外醫藥記者王瑞玲炮轟一起發光教會 去年藉由花蓮太魯閣出軌事件 讓許多教友在不知情狀況下營造假見證 對此當時擔任花蓮愛在西月天的工作人員 一名助理導播就發文痛批 傳言都是惡意造謠 工作人員表示我跟宋牧師不熟 我也不知道宋牧師為人怎樣也不了解 我只去過少數幾次 但大家對我基本上都是客氣友善的地方 而我所聽到的他們一直要訂火車票 但是人太多訂不到票 9點28分的408死亡列車也有訂 但人太多失敗 那天整天的票都試過了 最後訂成12點58的426泰魯閣 好弱硬確定後 但是又好像有新增的人 所以又緊急取消 最後一刻改成遊覽車 確實不是直接搭上死亡列車 但如果說本來就是遊覽車 而刻意說是火車 這也是錯的 對此三立新聞網記者求證 王瑞琳目前訊息是已讀不回